掌握绕的中间 编曲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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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威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长度 要如何做出百變的造型呢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頭髮的長度 我現在頭髮的長度就是 大概我的下巴在下面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的頭髮是剪比較 洗一點的 瀏海的部分呢 我是剪那種長瀏海 還蠻多人覺得說這個長度的頭髮 蠻蠻做造型的 但是其實不會 其實這個長度的頭髮 可以做出蠻多不同的造型 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五款短髮造型 懶人跟手殘 都可以學的短髮造型 好 準備開始吧 沒錯 大家最喜歡的造型師來我家 耶 小豬又來了 那今天小豬要教我們五種 很簡單的短髮造型 對 那小豬今天帶有什麼道具 我們可以看一下嗎 平板夾 但是大家就可以用自己平常家裡習慣的工具就好了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只要是平板能夠把頭髮夾出來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玉米虛夾 然後再來就是最基本的電棒 電棒圈 我們電棒會準備兩隻 大小的 對 一隻三十二 一隻二十五 然後還有一隻是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最新的 隔字夾 喔也是隔字 它也是讓髮人 蓬鬆的一種 對也是讓頭髮變蓬 就是跟那個是一曲同工之妙 但是它是不同的造型 對 因為有的人這種 玉米夾 它只要夾太死的話 就會很明顯的就是被發現說 欸我夾了很深的玉米夾這樣 跟你說我真的很怕在路上看到女生 玉米虛夾跑出來 用什麼樣的髮型 需要用到什麼樣的工具 我們都跟大家說 好 第一個造型 第一個造型是指髮造型 大家聽說指髮有什麼好叫 其實指髮還蠻多小技巧的 因為有些指髮會看起來很塌 然後你頭就會看起來很沒精神 要怎麼樣避免讓你的指髮 看起來是有精神 然後不是那種很塌的指髮 我們夾的話會先分成 像那一隻頭髮比較短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分這麼厚的話 你其實最裡面這邊都會夾不到 所以我下面的話我一定會分很薄 先把最下面先處理好 好 分成夾枝對不對 分成夾 對夾枝 然後一定要準備一隻梳枝 其實夾枝 就是一定要用一隻梳枝去輔助 它的毛流會比較順 而且會比較亮比較漂亮 喔 那夾起頭髮會比較直 因為很多人就是 對 指髮要亮 比較 然後看起來就是不會那種沒精神 再用梳枝 就把頭髮縮順 然後再把它放上去 喔 對這樣 就是梳枝跟梨枝夾 一起併用 對 這樣 就是輕輕的這樣子梳下來 也不要夾太用力 對 那真的是要用梳枝去輔助 嗯 但是我個人蠻喜歡直髮造型 因為我覺得直髮造型就是 讓人看起來蠻有氣質的 再來如果越上面的話 我角度會稍微提高 因為這樣子把根才不會太塌 喔 這就是個小技強喔 角度出來 對 這樣往 會有點往上帶一點弧度 你才不會 夾完之後頭髮變得很塌 然後很扁 所以這時候在夾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 其實要這樣子 彎一下 對對對 彎一下 因為我這樣夾完之後 我這邊會有一點點膨度出來 那直髮還需要夾玉米絮對不對 會 所以你們都是先夾紙 然後再夾玉米絮這樣 因為我會先去用平板夾 先帶一個膨度出來 我等一下再夾玉米絮的話 我可以量就變得比較少 因為直髮的話 用玉米夾其實會更明顯 嗯 那個頭型就會醜掉了 對對對 如果你一個不小心下手太重 那個玉米絮的那個 就會醜掉 對 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 第一層的玉米絮真的不要夾 第一層一定是 原本的這樣子 平順的頭髮 對 要先留一層起來 你等一下留一層 你看 已經是蓬鬆的了 這邊就看得出來了 這邊是蓬的 所以等一下就不用用它 沒有太多的玉米夾 去把頭髮帶頭 嗯 分層 那我都會先用梳紙 先把髮片 先梳順 對 因為這樣夾出來 頭髮會比較亮 然後 角度提高 往上拉 往上拉 對 然後這樣往下 對 各位在家裡要多練習 看完一定要多練習 好烏烏的感覺 嗯 不是那種死他的直髮 我這個頭髮是因為我 生完小孩 掉頭髮 然後有長出來的頭髮 所以這不是剪的喔 直髮的話 我就會用這種 嗯 格子的 對 我不會全部就開始 貓柴夾 我會這樣先順過 然後看一下哪邊需要夾 我可能覺得我這邊 可能比較不夠 比較塌的話 我會針對這邊 去做局部的補強就好了 不要整頭都夾 對 停留一下就好了 停留一下就好了 好 然後放掉 我就看一下夠不夠 看 封了 好 它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劇情 但是 它的效果非常好 嗯 然後 我剛剛分薄薄的夾 我就 我會放下來 先看一下 我那有的封度 我覺得哪裡不夠 我會再夾 我不會以下就是 一層一層的夾 嗯 對 嗯 我覺得很夠了耶 對啊 就是只要針對局部去補就好了 不要把頭夾得那麼的死 這樣就已經有一個蓬鬆感了 後腦刀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很多後腦刀是比較扁塌的 你一定要用這種工具 讓你的頭髮看起來更蓬鬆 它是頭頂的話 我會戴它的弧度 一樣是這樣子前往前推一下 去戴它的弧度 待會我就不會把它夾得很死 我等於說我滑過而已 就是讓它滑過 有一個蓬度出來就好了 像這樣 嗯 嗯 好 然後我覺得我如果 這邊夾完了不夠 我這邊還要再補的話 我就會 我不會像剛剛挑的這麼的薄 所以我可能就會覺得 大概在這個位置 髮片如果拉高的話 你就不會放下去的位置 就不會是沒有控度的 因為你髮片有拉高 你髮片一拉高的話 你就會知道 對你的夾子要怎麼放 好 這樣子指髮就完成了 其實還蠻快的 就是會比較蓬鬆 很蓬鬆 我覺得很漂亮耶 當然頭髮也就還蠻亮的 而且髮根不是塌塌的 後腦刀的那個頭型有都出來 頭型出來 你臉看起來就會比較小 你都完全打好底之後 你就自己分 你習慣的一扁 因為有些喜歡右扁 你喜歡左扁 就看個人 你就是這樣分 因為剛剛小處已經打好底 我剛剛分過來你們看 蓬鬆度還在 看個人的喜歡啊 就是有些你想要遮臉 大小臉什麼的 像我就很喜歡遮大小臉 我就會喜歡旁分 然後就是遮住我的一邊的 臉比較大的感覺 像這樣子 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然後這樣子一個感覺 然後剛剛中分 又是另外一個感覺 欸我們這樣 馬上立馬交了三個指髮造型耶 所以指髮造型可以變化出很多 指髮造型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變化出 低馬尾 低馬尾到底要怎麼綁會比較好看 其實低馬尾綁 有一些些小技巧 那就是頭型要綁出來 頭型要綁得好看 那頭型到底要怎麼把它綁出來呢 會準備像這種 咖啡色的橡皮筋 透透的 對 因為這樣跟頭髮的顏色 會比較接近 對看你家裡有什麼工具 你就用什麼工具 反正就是一個綁頭髮的橡皮筋 因為我們剛剛的膨度都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才會說打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我現在就算隨便抓一個低馬尾而已 它上面的膨度都會出來 張開耳朵的 騎對不對 就是在第一季的地方 第一季的地方 對 可以看到第一季的地方 那邊比較塌的話 我會去抓它一點線 各位重點重點 那邊是重點 對 就是頭型要比較漂亮 拉 拉 那其實像我自己 平時我自己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拉著 扶著這邊 然後往上拉 慢慢拉 把那個後面的後腦勺 塌塌的後腦勺把拉碰 對 這樣 要局部細細的去拉 對 這樣就完成了嗎 對 俐落 有形的 低馬尾 完成 這是第二個造型 第三個造型是 近幾年來最流行的 碎步型頭 就是那種 要捲不捲 要直不直 然後 就是一種很慵懶 然後很隨性的頭髮 但這個隨性頭髮 到底要怎麼捲出來呢 這種電棒的直徑 我們到底要選多大 我們會交錯捲 因為我們兩個人 捲的話會比較快 我們會選32跟25 兩個去做交疊 平常的話 我會建議直接拿32就好 32 因為自己捲的話 其實要捲不捲的話 其實用大捲的 你就算沒有捲 也看不出來 所以是要用大捲的32去捲 那你們這樣子 會不會一大一小 或不會 不會 等一下會交錯 換掉一大 因為他們為了時間 要比較快一點 所以他們兩個 先來一起捲 但是平常在家裡 你只要用32去捲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 已經有一個內彎了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 抓起來髮片 我們通常不會去 很刻意的去分說 我要捲哪一區 哪一區 因為那樣捲出來的 捲度會比較死 所以我們都是 抓到髮片 然後你就記得不要太厚 因為你一定是要分層 但我們不可能這樣子 這樣做一把捲 這樣捲度就沒有那麼漂亮 然後電棒這樣下去 往外嗎 對 往外 會往後 捲度會往後 往外又往後 對 因為你要睡不醒頭 所以你當然是 停留的時間不要太長 因為你時間停留太長的話 它捲度就會變得太捲 就不會是你想要那種 比較自然的感覺 好 你們看喔 各位就是看喔 這樣子捲捲捲 然後一秒 他們就停大概一秒 然後電放就放掉了 對 對 抓多少的髮量 這樣子 就這樣子 睡不醒頭 其實我也不一定說 我這邊捲了 然後我就只能挑直的起來 其實沒有 我可以 我這邊捲了嘛 我可以再從他們中間 再捲 對對對 這邊捲了還是 錯交錯的感覺 捲完之後 我們都會手先梳開來 然後看一下 我要的通度 或是哪裡需要再調整 就是再抓捲 但是睡不醒頭 就是你們都是外捲 對 平常一個人在家裡的話 就是 你可以先捲完一邊 再捲一邊 然後你腹電要分 要分層對不對 對 布丁要分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都有分 一層一層這樣子 這不用 我就是抓一撮 一撮一撮 好我隨便拿一撮 起來 然後往外夾 然後不要停留太久 放下來 這樣子 你放下來的姿勢要一樣 往下 這樣子 然後再抓一抓 抓一抓 這樣就好了 欸這樣睡不醒頭 真的很簡單欸 我覺得比直拔 還簡單 但是前提呢 你的膨度 你的玉米虛夾 還是要先夾好嘛 對不對 對 OK 完成了是不是 差不多了 捲度差不多 但是我會再用這個 讓板架 去針對上面的髮根 再去把它撐繞 對 睡不醒頭 我覺得它的重點就是 要蓬鬆 你看 我們的捲 沒有一定欸 對對對 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的感覺 我們下去一樣 下去下去之後 往前推 都要往前推 然後這個時候要慢慢的走 然後你的右手 夾 玉米虛的時候 不能夾得太大力 嗯 對 等於說我去滑過而已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蓬度出來 然後再夾第二層 很多人都會拿著雜誌說 它想要燙這種髮型 對 真的 它根本就燙不出來啊 超多人去燙這種頭髮 我跟你講 其實都是造型 那個燙完 第一兩天 有啦 後面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這樣子 我現在就完全沒有喔 然後 這樣子 對對對 對 往前滑 其實很簡單 往前滑 而且你看你髮片 拉高的話 其實真的是 不會失手 這邊你的髮格就是蓬的了 色步行頭 完成 好 第三個 色步行頭交完之後呢 當你捲完頭髮 你就可以順勢再做一些不同的造型 那就是綁一個 活潑又俏皮的公主頭 因為很多人印象中的公主頭 就很像是那種 這種 這種 對不對 很石板的 但是今天我們綁公主 是比較活潑俏皮 然後常常在我的那個IG 出現的那種髮型 綁這個頭的前提就是 你要先捲好喔 對對對 跟那個 弄好那個蓬度 倒三角形 這樣子 對 上去 這樣我後面的份量會比較足夠 我現在是抓這樣子到三角形 這邊就會看起來比較膨 嗯 髮量會流比較多 嗯 那如果說我不是流到三角形 我是抓這樣的話 看起來這邊頭髮就會比較少 嗯 然後頭髮就會看起來比較 嗯 石板 這邊要流鬚鬚 修飾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修飾臉型 對 然後這個頭我覺得還蠻適合出油的時候把 它會讓你立馬非常有朝氣的感覺 然後又帶一點點可愛的感覺 對 如果是要可愛感的話 我們會讓它的高度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好 那就這樣子 俏皮俏立的感覺 好 簡鈴的髮型就是這一顆 很快速啊 就是你頭髮捲好 然後準備好 橡皮筋 如果是自己綁的話 我後面這邊會夾一個夾子 因為頭髮會一直拉到 老闆的頭真的說看起來 已經很痛 真的 痛了嗎 就是角度 高度很重要 是不是 然後這樣變得 這樣子這邊抓鬆 看今年我貴哥 就很隨興 今年我30歲 因為你這邊掉髮掉的蠻嚴重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去 把這邊補起來 哦 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這個馬尾再撐紅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更可愛一點 就完成了耶 然後再用電帽去調整 因為這個長度的關係 然後再用電帽稍微把它整理 漂亮一點 各位看到嗎 這是沒 就是你可以用家裡的黑色眉粉 或是眼影 不能有珠光 就是無面的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刷子 各位請記下來 你不一定要去買髮粉 你只要用家裡 不要用的 或是剩餘多的一些 灰色或是黑色或是咖啡色的 去補這個通透 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不會看起來就是 有那個 髮際線很明顯 每個人髮際線不一樣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綁起來的髮際線如何 然後再去做調整 然後像小豬在做一些調整 如果你覺得哪裡翹翹的啊 你想要再彎一點點啊 或是你覺得不夠捲 你可以再捲一下 就是先綁好 再去捲它 完成了好快喔 這頭髮真的是 出油的好選擇 但是這邊真的要就是有一個綁完之後 一定要範圍拉一下 對看到了嗎 然後往前拉一下 對往前拉一下 然後這邊也可以拉一下 就是剛剛我們教綁低馬尾的那個樣子 就是把它拉膨一點點 你看如果沒有拉膨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很醜 差很多 剛剛有點像合同 哈哈哈哈 你覺得 看起來像穿面的臉型這樣子膨 你的臉就會看起來比較小 就不是變成合同一樣 對 就是整個臉會拉長 對 如果說你剛剛綁的位置沒有到這麼的高 然後看不到這個馬尾的話 我們可以準備一個這個 喔小夾子 你說綁的跨在這裡喔 如果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 就是可以剛好去撐通它 然後就只是要這樣子 對 然後夾在這裡 這樣子而已 稍微壓一下 對 喔它又更膨了耶 就更膨了 嗯 其實還蠻多韓國的女團 也都會綁這個髮型 對啊 而且跳舞了 他們都會這樣甩髮 對不對 對 他們都會這樣甩頭髮 你騙起來扭一罐了 我不行 我老了 那最後的造型呢 是我很常出現的造型 那就是高馬尾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的頭髮的長度 竟然可以綁出高馬尾呢 到底秘訣是到底是在哪裡 欸 這個時候就要分層 嗯 分層 好但是要先講好就是 你頭髮也要先捲過 欸其實你看 如果你看捲度跟縫鬆度做出來 其實怎麼抓 它其實 都很好抓 對 而且怎麼做其實都很好看 好你看 因為它的頭髮長度有限 然後我們要綁這麼高的話呢 它下面這邊會一直掉 對對 好我們這時候就會分 兩層去做 分層我也是一樣會 倒三角 有點倒三角的樣子 我角度一定要提高喔 放上去 先綁下面那一層 對先綁下面這一層 會先綁一個像這樣的小馬尾 小小的 好 好再把上面這一層放下來 嗯 喔留些需要要記得留 對 我會先用夾子先把它夾固定 為什麼我們要分鞋的呢 是因為它這樣子 等一下綁起來 就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矯解 嗯 那高度我們要怎麼抓 抓到哪裡 在耳朵 在黃金點的地方 在這個點的地方 黃金點在哪裡 這邊 耳朵這邊垂直上來的地方 就是這個點 嗯 對 你們有看過金秘書嗎 它的那個馬尾 就是在那個黃金點的點 它的臉型超好看 頭型也超好看 抓好位置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綁起來了 拉尾一樣 綁好了之後 每一樣會到位拉底 往前這樣子 對 往前這樣拉 這樣子 這邊的髮 這邊的蓬度一定要拉出來 不能扁它 一定要把它拉蓬 因為我自己綁的就是這樣 這邊拉著 然後這邊往前拉 往前拉 我們剛剛 因為我頭髮比較短 所以跟我一樣 頭髮短就是分兩次 然後第一個綁的呢 要怎麼把它 就是綁一個小小的馬尾之後 然後把它收起來 小黑夾 這個大家應該都買得到 家裡應該都有 往上夾 把你多餘的頭髮給夾進去 對 剛好躺在這裡 等一下馬尾蓋下來的話 其實也看不到 我們剛剛其實教的很重要 重點就是那個 那個 綁的高度要在哪裡 三個大重點 就是 高度要綁對 然後 第二個就是 蓬度要拉出來 然後 跟我一樣 長度的頭髮的人呢 你就是要再綁一個小馬尾 然後把它夾進去 這個拉的動作非常重要 這是第四個重點 那當然長度比我長的話 就可以少著 少了那個剛剛那個步驟 然後肩尾梳 其實可以把它倒刮對不對 對 我會再把它 因為有時候可能 現在弄完我沒有刮 其實蓬度還在 可能沒有辦法維持這麼久 但像你有時候可能敢長 時間又長的話 馬尾很容易就 如果它掉了會變得比較不好看 對 我們就會把髮片抓起來 然後在裡面的地方稍微刮 倒刮一下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髮量不夠 然後又很想要呈現這個效果 剛剛那個小黑夾就可以再派上用場了 好 這個夾的話我們就不是夾在這個地方了 我會把這個馬尾撥開 中間撥開 然後夾在這裡 這個步驟好妙喔 這個步驟好妙喔 這個是完全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到下午就彈掉 什麼都不會 之後這個尾膏我覺得 亂亂的話我就會讓它做一個外翹的感覺 嗯 你就用電棒捲 把它夾翹一邊 我現在這個空度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現在就只要把尾巴 然後它做個收尾 嗯 直接這樣子 往外捲 對 往外翹 你要幹嘛 稍微加熱一下 喔 可愛 就是比較活潑俏皮的感覺 這樣子 跟這個外翹的感覺 這樣 對 翹綠的感覺好像在另外一邊 對不對 這邊很亂 對 這樣好亂喔 而且因為短頭髮好像起來 層次就會變成不一樣 就是這一撮 對 然後往外捲 你不用多久啊 嗯 很快 就是讓它順過就好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捲過了 其實新周在 這樣子 往外捲 所以這樣子五個造型很快速的 就跟大家分享完了 只是把 低馬尾 蓬鬆的睡不醒頭 然後還有 活潑俏麗的公主頭 然後以及就是最後一個 連短髮都可以綁的高馬尾 通通都交給大家了 不止五種 我們下次再多錄其他的 因為我怕一次教大家太多 大家沒有辦法洗手 所以我們先教五種最基本的髮型 分享 好以上呢就是我們的頭髮造型教學啦 謝謝小豬 等一下進來一下 謝謝小豬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有面畫版喔 對還有面畫版 掰掰 掰掰 之後我們還會再想 有沒有其他的髮型教學 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集我們來教個包頭好了啦 好不好 對阿 那你不能再把它剪斷 好我也在剪斷 就這樣子 我就停留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有人問我那個球球的 一球一球的 就是那個小球球 那個 我們會的 那個也很簡單 我們後續的跟大家分享 好